Hello,大家好,我是咸子,感谢见商 今天给大家来个大货 哇,好沉,我这天哪 这只也是我好不容易弄来的 你看看这一大摊子 这个应该是20多斤 墨鱼,花枝,狐贼,都是它 在我们北方就长这么大的比较常见 长成这么大的,真不容易 我就感觉它有点出来早了 可是再修炼三天就成精了 外面这层皮被扒下去了 正常是这种花纹,很漂亮的 这么看就知道它有多大了吧 这也20多斤呢 墨鱼它是有10根须子 8根比较短的,两根比较长的 它这8根短须子上面都有吸盘的 这根长须子是在它的头部上 有这么几个吸盘 这块是用来捕猎的 这是它的眼睛 这个位置是它的嘴,长得像鹦鹉一样 咱们注意啊,朋友们 这上面这个是它的嘴 它下面还有一个排水口 在这儿,看着没 这排水口是干嘛用的 不是啥尿用的 到底干啥用的,我也不知道 问问我姑娘把它动 爸爸需要你的帮助,天天 大王无贼吗 不是大王无贼 爸爸想问问你 他这底下这个排水口是干什么用的 是水水推着它逃跑的 像火铁一样 总就买个这么小的 大王无贼,爸爸真买不到啊 这个就算是最大的了 去吧 又小小之后 应该是最小的 海飘消 这个可以入药的 我是不知道啊 我媳妇说是能治脚气 这长度能跟我媳妇当鞋垫了 后面还比较软 横径面是这个样子 挺轻的 有点像泡沫 拿手一怼就进去了 看 这是背面 好多磨呀 今天这个不美观啊 你们想看美观点的 就看我前面那期节目 大红鱿鱼那个 那个美观 现在就这个肝能看得比较轻 还有几个蛋 乱七八糟一些内脏 好凉 你看 没划开却是饼 给你们看一眼他的嘴 把这个拿下去 然后这个是可以单独卖的 可好吃了 像不像外星人 帅吧 每天单独搞一下他 等会再吃行不行啊 没吃饭的全吃完了 嗯 哎呀爸 挺好吃的 这个比咱们上次吃那个大红鱿鱼 那个软 软很多 很嫩 尝尝我这个吧 呦 这么嫩 鲜 非常鲜 这个不是蒸的 这是用高压锅压的 嗯 米菜的 太爽了 我能照一个 你不给我一点 啊 你还要啊 我在这等呢 你咬一小口啊 好吃 特别嫩 特别软 这个缩腿缩的不太重 嗯嗯 还有几个菜是陪跑的 就不给你们看了 陪跑什么 你妈现在就是陪跑 天天陪你 起作业 吃这一个也就饱了 咱家还有吧 这个啊 纯点当干粮 糟糕灾啥的 吃一个他能盯两顿饭 这个就是用高压锅米饭挡压的 鱿鱼类的东西啊 你烹饪如果时间长就容易老 如果你感觉到它肉质已经老了 你就索性 你就再使劲炖 纤维给它炖软化了 它就又嫩了 要么你就火小点 要么你就猛炖 就这俩选择 你们感觉这两种嫩 不是一种嫩吗 西方 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稍微小炒 小火炒了一下子 这个就是使劲炖的 不一样 真不一样 这个竟然要放盐肉 你得鼓励我 啥鼓励啊 自己鼓励你自己吧 自己鼓励你自己 就是猪鼓励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你只是搞笑 搞笑忍不住 谁搞笑 我也搞笑 有点撑着 哎呀 你吃块太多了 既然是那种比较硬的海鲜 不要吃太多 跟海螺是一样的 对 吃一两个就包 你都吃了一盘 我们今天消灭了三道菜 好了 生活如此美好 本次这边到此那道 感谢观看 拜拜